接下來我們就來玩玩看這個LED的這個點舉證 那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 這個套件裡面剛剛有提到就是 角位要接算比較多一點的 但是呢 老師待會真正要接的時候 麻煩你先斷電 請你先 把Smart這個 電源先把它拿下來 這樣比較安全 LED燈我們現在暫時不用了 你也可以把它拔下來 先留一個就好了 留一個在就是 留你的Smart不接電的 然後這個拿出來那還有一個因為他有要接東西的 所以呢要麻煩你找到我們的這個杜邦線 杜邦線有分什麼 公母有沒有 尖的跟一邊是母的 你找這一種那麼這個線的部分呢 應該各位的可能有的是已經拆開的 因為這個是大家共用的所以有一些已經拆開了 如果沒拆開的應該是 10 正常講是10條一排 不過每一條都是獨立的 好所以你的顏色不用跟我一樣 不用跟我一樣但是我平常我在接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是那種 電子科系出身的 所以我 我有一篇部落格文章 特別探討一下 到底這個 要不要連在一起 蛤 這個啊 我真的有一篇文章就寫這個啊 到底是要 張巨亞小妹妹這個 麵條餅 有沒有 像這樣 排在一起的 這樣 還是要一條一條的 以我們剛開始來用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 一排一排的 因為我發現這樣我們在接東西比較好接 收納的時候比較整齊 可是如果你 接的裝置比較多之後 一條一條是比較好用 因為每一條接的都是有作用的 可是缺點就是一條一條的 你在收的時候比較難看 比較難看 因為他每條都捲不同方向 所以 看你啦 那 我在用的時候我會像這樣子 我會像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我會這樣拿過來對不對 我們這個地方啊 你到底在接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喔 我們的線是接在下面有這個電路板跑出來這裡 有沒有 因為上面也有接角 有沒有發現 你不要接錯邊喔 我們是接在 有這個黑黑的這邊 下面 那如果你仔細看 這個上面其實有寫字 有沒有看到 我要把它放大一點 各位比較容易看得到 這樣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VCC 有沒有 過來一點 VCC 這就接電源的 那我們的那個 LED點矩陣 你接3.3或5伏射 理論上是都可以 但是有些情形就是 如果 你的那個LED點矩陣 有可能接3.3 如果你要全部都亮的 欸 老師 順便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幾顆 這個啊 LED上面有幾顆 一排 水平跟垂直 對對對 水平垂直都8顆嘛 8864 所以如果你有的 萬一接 3.3 他沒有辦法全部都亮燈的 你就要接到5伏特 就電壓不夠 電壓不夠 這個稍微留意 這是第一個 電源 第二個 GND 是不是接地 這個就沒有問題 下面有三個訊號線對不對 他有三個訊號線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我平常在用的時候我會像這樣子 我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我是這樣接 我放大一點 這樣這樣 那我平常接的時候我會喜歡把 就是這邊的排線 排線我會把它排列整齊 如果你不是你的還能夠維持 有一排的話 我是喜歡這樣子把它排列整齊之後 你可以一條條接也可以就是 比如說兩個接上去 三個接上去也可以 好我會像這樣子 您看一下好了 像這樣子那我就 來這邊 這邊我就一條一條接沒關係 一個一個接上去 如果你有先對好其實也可以一次就三個四個 那用排線的話 在這邊就有好處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的話以後要 找看看那個角位有沒有 接對 比較容易 那您在接的時候稍微留意一下喔 如果您在接的時候像這樣子 其實是沒有接 沒有接完整的喔 你看 我這裡有沒有稍微差一點點 第四根有沒有 你可以用拇指再稍微往前推一下 再稍微往前推一下 有沒有 我再稍微往前推一下 你把 慢慢推 慢慢推把它推到底 好像這樣推到底 這樣了解嗎 像這樣 當然你把它插在那個麵包板上也是一種方法 也是一種方法 那 但是你在拿的時候因為我們後面這個電路 這裡會尖尖的 所以稍微還是要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你在拿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子 這樣我這邊是不是就接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把它轉到我們的Smart上面來囉 Smart上面來 你看一下喔 你可以照我的那個簡報上面的方式 腳位 我們現在這個簡報呢 你就可以把它移到 簡報的第68頁這裡 68頁 有看到嗎 線沒有關係喔 顏色沒有關係 每一條都是獨立的 每一條都獨立的 你看到這邊我的VCC我是接到 VCC就5伏特的 就接到5伏特 所以我就把 以我這邊來講我的是黑色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黑色的部分 黑色部分我就接到我的VCC 這一邊 這裡我就接到VCC 好 GND是我的 白色的部分 所以 我用排線的好處就是這樣我在對的時候是相對比較容易 尤其是剛開始學的時候 剛開始學的時候 那 你就要對到我就對到這邊來 我的白色 對到這個GND 好白色我對到GND DIN 再來DIM我接到16 14 16 14跟05 所以 再確認一下 我的 第3個角位我是用 灰色的線 所以就找灰色的 接到16 接到16 然後再來我後面那個是什麼 紫色的我就把它接到14 就剛開始這個地方是比較容易出錯的你就慢慢 慢慢對 因為角位錯了 你的燈 真的不會亮 再來就是這個05的 05我就把它翻過來 藍色的我就把它接到05這邊 好 那 LED點矩陣呢 他這個點矩陣比較 古摸一點 就是如果你 接上電之後 你有再調整一下角位 那 這樣他就不會亮 你必須要斷電之後 重新再插電 好重新再插電 如果你確定 這樣沒有問題 你可以再檢查一次 看看有沒有都接對 那我們杜邦線的話 盡量就這個線就盡量把它 插到底 好插到底 好所以 你這個時候 確認沒問題 你再把電源接上去 確認一下說 這樣OK 好 像這樣 那有的插進去之後你的可能是 那個64個都一起亮起來也有的 但是那個沒關係 反正 先接上去 看看一下而已 我們現在硬體的還沒有弄 就積木還沒有弄 只是先把這些線接好 然後 插上去而已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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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可以插電沒關係 對對對 不會亮是正常的 一直會亮 一直亮著 也有 也有這樣子 沒有錯 也有可能 所以沒有關係 那 你現在好的 我們先把硬體的部分先解決 好不好 硬體的那個積木 來 剛剛那個我們就先丟掉了 剛剛這些我就先丟掉了 把它丟掉了 好 現在呢我們再找一下 這個 也是不會回傳數值的 對不對 它只是顯示內容嘛 所以你找 原件模組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 LED 點正 點矩正 這個地方 首先你把 第一個 它第一個都是硬體的 積木你把它丟出來 我們現在腳位就不是這個 對不對 我們我剛剛是用16 14跟05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腳位對不對 因為你腳位對了其實 你要控制的東西就 變得很簡單 好 這樣就好了 那我怎麼樣讓它顯示出來 你看 點矩正裡面 我們先用第二個 顯示圖形 代碼的部分 你就直接丟出來就好了 我們先測試一下 看看你的硬體有沒有接正常 如果你的硬體有正常的 你看喔 我們play一下 這邊我來play一下 可是我這邊現在是紅色的 我先確認一下 沒有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先檢查一下 看看是 我們的那個 WiFi訊號有沒有問題 因為 在這邊現在是紅色的 對不對 你們是紅色嗎 有沒有 我現在這樣OK的 這樣這邊就有笑臉了 所以就恭喜你 你的OK啦 雖然我們這邊暫時 是那個 但是 這樣是正確的 那 您剛剛呢 也看到我用模擬器的方式來玩 其實模擬器也可以玩嘛 所以為什麼我要寫那麼多篇 這種情況就很好用 好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這裡 你一定覺得說 啊 那 我怎麼還要寄這個代碼 這樣好像不太人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不要 用這個號碼 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 來 你可以先把這個丟掉 這個你可以丟掉 我們的這個元件模組裡面 點體證 除了代碼以外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有英文數字跟圖案 對啊 也可以啊 所以你如果要英文數字你就把它按著 假如我先用圖案就按著丟出來 拿來上面放上來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啦 你就可以先play一下 確認一下 理論上你現在有通的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有沒有 馬上就變了 我這樣馬上就變了 但是這樣是不是只有單一個 請問可不可以變動畫 當然可以啊 我剛就有玩過動畫了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變動畫喔 你看這邊喔 一樣 點舉證 你看下面第二個 有沒有一個叫顯示動畫 點舉證這邊喔 LED的點舉證 那記得一下 他這邊的單位 速度的單位是用毫秒 1秒等於多少毫秒 1000 對對對 所以100就等於0.1秒就換一個圖形 0.1秒換一個圖形喔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我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這樣拉出來 那你要顯示的內容 比如說我 就是從下面這裡 顯示的這個圖形 內容 有沒有丟進來 你就把你的內容放下來 啊如果只有 現在是不是只有三個 不夠怎麼辦 找齒輪 找齒輪 有沒有可以再加第四個第五個 看你啊 看你要幾個自己加 你把 放開 那現在呢你就可以 我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又也可以嗎 上下左右他有很多齁 星號 還有一個啦 大家都會的字啦 叫做9 他上面有一個叫9 有沒有 看你要什麼形狀 那他就會照著你指定的這個 速度去做切換 好 好 所以我的OK囉 那你看 在這邊 我們就play一下囉 重新play一下 這樣有沒有一個動畫跑出來了 這樣很了解的齁 當然這樣速度是比較快啦 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有一個範例是做我們路上常看到的動畫 小綠人 嘿嘿嘿 來您看一下這裡齁 我們的小綠人在哪裡 在我們 簡報的第 第七十四 七十五頁 來您看一下 有沒有像這樣 老師有沒有去算過那個 馬路上那個 LED到底有多少顆啊 小綠人啊 你不能每次都看人家動畫而已啊 幾顆很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顆數沒有那個多啊 所以 要簡化一下 所以我幫老師 因為我在學校我們教動畫 分鏡圖很重要好嗎 分鏡圖在這裡 那怎麼畫 來這邊 您看這裡 我們剛剛是用這一種的 直接裡面內建圖案或文字 數字對不對 你看 我們的點舉證 下面有沒有這個 你自己畫 用勾的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人性 請來這裡 在積木上按右鍵 你看喔 在這個動畫的相關積木 動畫相關積木按右鍵 有沒有叫說明 說明 你把它按一下 它會開另外一個頁面跑出來 這一種比較有感覺 因為 這樣有亮燈 這樣了解嗎 比如說你就點一下點一下對不對 像我在這邊 二三 然後就一個眼睛 鼻子 一個嘴巴 這樣也可以笑臉 對不對 它在這邊呢 您可以往上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代碼 我幫你產生出來了 當然如果你在開發版這邊把你的 開發版名字打進來 角位設對 你在這邊點 你的LE燈 就跟著亮起來 這樣是不是比較有感覺 你也可以這樣 或者是你要預設的 內容就從這邊把預設的形狀加進來之後再來改也可以 等於它有提供這樣的一個 功能 你就可以在這邊先用一下 這樣你比較有感覺的就拿出來 當然其實 我在那個範例裡面 事實上我還有告訴各位 如果 因為有的就是不太用畫啊 你這樣是折磨我啊 怎麼辦 找下面這裡 找這個 有一個網站 你就把你要的圖片就轉成八成八就好 就 就有我上面那個 這個東西的 這樣了解吧 然後你就可以對這個句話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因為我部落格上有寫這篇文章 有寫這篇文章 叫你怎麼樣 去把那個 轉換過來 這樣你再做 就會更快 不然 因為 老師用這種做嘛 叫同學就 不能告訴他 你要慢慢的點 開玩笑啊 但是 你可以 有不一樣的方法 因為有的人比較有概念 有的比較沒概念的 你至少 提供方法給他嘛 好他 其實我跟你講 學生真的很厲害 他們很多有很多好的創意 我們都沒有想到的 有時候剛剛上課 對齁 這樣也可以做出來 不一樣 蠻好玩 好 這個是 像這樣我們的 ROLID的點舉證 還OK嗎 對不對 像我們上小朋友也好 或 一般的我們大學生 他們最喜歡玩這個 因為這個 他覺得有動畫 又可以寫這些文字 而且 我們今天還沒有玩到 裝置的互動 裝置的互動還沒玩到對不對 只有多人協同而已嘛 最後三分鐘可以玩一下 裝置的互動嗎 好吼 好